一般我们的界定的话 收缩压低于100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病人的血压是偏低 但是其实我们在门诊上常见很多年轻人 他们平常血压就不高 大概有90几甚至有80几 所以当然这是跟每个人的体质 那年轻人他的血压的弹性比较好 所以他本身比较不会有老人的一些血管的一些病变 那这时候虽然他血压偏低 但是他可能他平常血压就是这么低 如果说你平常的血压都超过100 那当你的血压低于100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是属于低血压 那甚至有一些低血压的症状 比如说头晕 然后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甚至有人会晕厥 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心脏不舒服 类似这样的症状 高血压常见的症状就是会有心悸 头痛 甚至有头晕的情况 那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早上起床睡觉起来都会肩颈算痛 那有的人甚至会有胸痛 甚至会觉得活动的时候会比较喘 比较常见的症状大概是这些 那有人甚至会手脚麻 但是这并不常见